这种灵气治疗不需要内法成就也能够帮助其他人吗 因如果打气的人自己修炼不好 会带有杂气传给对方 被治疗者频率高 以所谓的打气治疗是能量 而且还会倒流 另外是不是会有不好的气沾在身上 有的 有的时候是有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期待 因为这个人本身是一个精神病患 有一个灵在身上 那么这个灵被你用气逼出来以后 他回来再找你 这就是你替代 你把这个人身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在他身上 那么 用掌派他 他身体藏不住了 他出来了 他会再来找你 他找你的时候 因为你有结界 他就进不来 你没有结界 他附在你身上 换你变成有病 那就是替代 所以要看功力 也要看功力 这个东西确实是有 是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被不好的东西入侵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还会倒流 这都是有的